柯兰动画的前后对比 一提到柯兰 大部分观众想到的都是那个画风略微诡异灰暗 如同年噩梦般的场景 每当熟悉的BGM传来 总有一种森林奇迹的压迫感 但你可能没有注意 这已经是十几二十年前的柯兰画风了 当时的动画中在氛围感的设计 针对的更多是青少年以及成年人 所以画风看起来显示又略带压抑 作案场景真就是半个恐怖故事 而随着时代慢慢更替 日本都已经从平成年代更改为了现如今的令和年代 所以还有一种粉丝调侃 本来宗藤新印的人生目标就是成为平成年代的福尔摩斯 现在怕是该成为另何年代的福尔摩斯了吧 同时伴随着社会进步 柯兰里相关的事物同样也在改变 典型的代表就是手机 从最开始的大哥大到现在的5G智能机 各种交通工具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柯兰热度的提升 社会各年龄段的粉丝也在增加 所以柯兰慢慢就变成了一部针对全年龄向的动漫 也就是说儿童粉丝也涌入了进来 所以你就会发现动画慢慢很少有那种恐怖阴暗的聚集 以前动不动就是大晚上 或者就是那种光线昏暗的地方作案 又或是各种灵异事件 反正你能想到的恐怖元素特兰里都有 现在的特兰画风改进了许多 整个画面都亮堂了起来 人物棱角也更加分明 很多时候都是普通的日常案件 这么说吧 以前的特兰注重刻画案件和故事氛围 现在更加注重人物刻画 所以很多时候一集都没多少推理 都是展现主角们的一些日常 比如某某ZP的恋爱日常 少年侦探团日常 有时候就是顺带给你插个案件进去而已 官方为了扣坏一些人物 还推出了其他番外 代表作就是零的日常 看扣蓝的观众 其实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派 一类是扣蓝粉 一类是推理粉 扣蓝粉无疑就是有啥看啥 你推理不推理都影响不大 只要剧情精彩就行 另一类推理粉就更注重案件的推理 从一些蛛丝马迹找出破案的线索 很多主线信息就是推理粉自己整理出来的 像当时朗姆身份分析 无完联谊身份分析等等 这个群体都是具有一定推理能力的观众 所以更偏向以前的故事和画风 自然也能解释一个神奇的现象 就是扣蓝剧场版 从第一部即使引爆摩天大楼 到去年的飞色的子弹 这期间评分基本是逐步下降 可悲巅峰时期还是最开始的那几部剧场版 剧情和推理都结合的挺好 但如果你从票房来看的话 反而是逐步提升 这几年的剧场版 评分是一步比一步低 但票房是每年都打破纪录 评分第一自然是因为推理系少动作系多 整个就是一科幻动作大片 而票房高则是因为刚才提到的 科兰粉大量涌入 他们并不会在意推理的内容 只要刺激精彩过引就完事 其实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既然目标是全年龄像的群体 要实现所有人都喜闻乐见确实太难 动画族也有想过去侧重推理 就像小五郎的代表作水平线上的阴谋 可以说动画族为大叔量身定制的推理系 以为这种角色形象的反转 肯定会让观众眼前一亮 结果评分不高票房也很惨淡 其实作为一个成年人仔细想想就知道 费尽心思把剧城板设计的如此周全 结果到头来票房都没几个 就算有再大的热情也没人写得动 毕竟一个团队都是要吃饭的 那既然观众喜欢看动作场面 就干脆记住他们想要的画面吧 不过官方也应该知道 最开始突然动画的顺利前行 还是这部分热爱推理的观众默默支持 作为其中一员的我 现如今比新一都已经大了七八岁 其实怎么说呢 人有时候就是单纯希望有个简单的陪伴而已 只要你还在 随便你怎么样都无所谓了 谁不希望看着喜爱的动漫完美结局 但是谁又希望喜爱的动漫结局呢 你说是吧 陪伴你的是28年的柯兰动漫 而对于作者青山张昌来说 也是他老去的28年 老头子健康活着给我们真心 其实比啥都重要 我倒是希望我儿子还能追柯兰